二姐哥 小土豆子 到底回不回家吃饭啊 小土豆子 小土豆子 你整天叫我小土豆子 小土豆子是你叫的吗 我就问你 回不回家吃饭 我不回家吃饭 哪条规定 我下了班必须回家吃饭呢 你还回不回 站住 小米粒啊 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 我对你不好吗 你一天到晚 你跟着我干什么 找个对象好好谈恋爱 不行吗 管我吃不吃饭呢你 告诉家里人 我今天不回家吃饭 我咖啡馆 我谈生意 你管不着 干嘛呀你呀 你还上哪儿上哪儿 妈呀这是 小姨哥 那边这儿 有病 小姨哥 我没说你有病 我说我是姐夫 谁 秦成分 秦成分怎么了 谁让他怎么了 最近就跟吃枪药了 得谁跟谁吵吵 刚才我叫他回家吃饭 冲我一顿喊 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 莫名其妙 把我臭骂一顿 我给你找他呢 人呢 他说上咖啡馆了 上哪儿 咖啡馆 我去收拾他 你这样 你先回家吧 没你的事了 一会儿到咖啡馆来接我们 回家吃饭 好嘞 我说老小姨哥 收拾不了他了 我跟你说 这也不能怪 这个钱顺风啊 您想想 生活压力太大 那一个大公司 那么多人 都给他管 生意啊 什么签合同啊 什么报表啊 所以说压力大 那也不能是你 发脾气的借口啊 当我到了咖啡馆 我先收拾他再说 我先收拾他再说 圆圆 欢迎光临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啥也不喝 最近咋了 怎么这个服务态度越来越好了 郭哥你不知道 我们老板最近要求可言了 来来来 我给你坐会儿聊会儿 我们不让坐 坐下 我没人 别讲 员啊 待会儿帮我演一个恶人 好不好 我不饿 我吃过饭了 能不能不闹 凶恶 恶毒 演这个人 对谁呀 钱顺风 他咋了 哎呀你甭管了 一言难尽 我跟你说 他待会儿什么态度对你 你就什么态度对他 明白了吗 太 是 是 他最近来我们这儿 就跟谁欠的钱似的 所以说待会儿报仇的机会就来了 行 哎不行 他万一上我们老板那儿投诉我 我这个月的奖金可就没了 那点奖金我给你扣了 哥给你补上 行 看我怎么受伤 哎哎哎哎 你反正也得控制点啊 待会儿别打起来 放心吧 他打不够我 帽子有点歪了 找一条 哎我待会儿啊 啊我过 这身份 哎走后门 这也能过去 好 我先走了 盯着你们啊 好嘞 你别忘了给我 我那个奖金的事啊 赌给我 我知道 你放心吧 好 哎呦 哎呦 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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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吓我一跳 你没看见我在这睡觉呢 上班时间你睡觉 你管着吗 是吧 来杯咖啡 咖啡咖啡 喝什么咖啡 哎 你咖啡馆你不让我喝咖啡 我是问你喝什么咖啡 你这个人说话有毛病 语气不一样 意思就不一样 你随便吧 随便来杯咖啡 没有随便咖啡 哎我说大个子 你今天怎么了 我心情不好 我告诉你小个子 你心情不好 跟我有关系吗 我是顾客 注意你的服务态度 你什么态度对我 我就什么态度对你 你 好 你给我嘚瑟啊 你给我嘚瑟 我投诉你 你投 我 你 你投诉我我也不怕 奖金有人给我补 咖啡咖啡喊你呢 你站住 咱俩一直在吵架 你什么时候给我冲的咖啡 上个客人没喝完 特意给你剩的 行 我本来呀 是到你这咖啡馆来散散心的 你今天惹了我一肚子气 多少钱 68 18 100块钱 不用找了 你等会儿 给 你听不见的 听不明白呢 不用找了 给你的小费 我都这种态度了 你凭什么给我小费啊 我拿过 好好好 你赢了啊 你让我不痛快是不是 云云我告诉你 我要是再进你这个咖啡馆 我要再坐在这 我是你孙子 你会回来的 哎 小姨父 哎 你来干啥来了 最近心情不好 来这散散心 哎哎哎 你来这散心 你回去吧 这里边是个母夜场 什么 哎呀来来来来 我正找你有事呢 来来来 坐下坐下 欢迎光临 你好 你 你刚才说什么 你要是再坐在这 你是什么 我是孙悟空 猴子 我跟你说猴子 真是猴子 哥哥 你要喝点什么 云云啊 你反而就喝 我们这儿有四种口味 这样 哥哥 我给你选一个 最适合你的口味喝 好的 哎 等会儿 等会儿 云云啊 你是不是又漂亮了 哪有呀 哥哥 你见到我 我这儿还愁着 找不着男朋友呢 你找不着男朋友 对 永远都找不着男朋友 闭嘴 就你这样的 要样有样 要个有个 你找不着男朋友 都排成大队 让你挑吧 哎呀 真好 你看你这种人吧 我这种大个也喜欢 他那种小事也喜欢 我不喜欢 我这么搞我也不喜欢 我还不喜欢你呢 听话 那个什么样子 哎 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呢 人吧 都是互相的 你对他什么样 人家对你什么样 我对他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基本上我就给他打招呼 你怎么打的招呼 云云 哎 云云 你这么打招呼 我也不理你 你看我的 云云 哎 哎 哥哥 您的咖啡 谢谢 好香啊 我现给你喝的 你等会儿 你先给他喝 让我喝剩的 你什么意思 我再来 再坐在这儿我是你孙子 哎哎哎 你走 你让我走 你上哪儿去啊 欺负人 你听我说 别生气啊 我们俩坐的扣 编的套 就想叫醒叫醒你 对 这就是 哥哥的主意啊 千万别到我们老板那儿去投诉我啊 哈哈 哎 来来来 坐下 我跟你说 孙子 哈哈哈哈 来来来 行了行了行了 干嘛呀 小姨父 我这两天我就心情不好 你俩还编排着在这儿 调理我 你干什么 我们俩就是 要改给你这个坏毛病 前两天我给你打电话 平白无故 你帮我数了一通 什么意思 啊 你现在对朋友对家人 那都什么态度啊 因为什么 恶意 小姨父 这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哎呀 各种 各种不开心的事 全都到我这儿来了 我实在是 各种不开心的事 都什么 你给我举个例子 我跟你说一件最典型的啊 我们公司马上要欠一单大生意 这一单生意 是我们公司一个最优秀的员工 小赵一直盯着的 那个小赵啊 原来就是个贫困大学生 是我 对他有之欲之恩 我让他到我们公司来工作 行了 后来他怎么了 他 他辞职 不关键的时候 他辞职 那你没问问他 为什么辞职 不用问 罢恩负义 你肯定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了 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我对不起他 来来 你别着急 你坐下 我问你 他辞职了以后 你是不是感觉到心疼 我当然的 那你跟他打个电话 把人交过来 我不给他打 我问你 你招聘他的时候 你就这个态度吗 那都不是 哎呀 小姨父啊 当时我面试他的时候啊 这个孩子特别优秀啊 工作能力特别的强 我就想了 哎呀 我作为老板 要是拥有这样一个员工 我得多轻松啊 就用这个态度 现在给他打电话 问为什么辞职 你道个歉 快点 哎呀 这好像是那个圣咖啡 你先你先别挂我电话啊 那个其实啊 哎呀 我一直是那个把你当亲人看待的啊 有啥事呢 你跟哥说行吗 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啊 哎 哎 他哭了 接着说 那个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要想走你就走啊 但是哥跟你说句话 哥的公司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你要想回来 你就回来 好吧 就说到这儿 他还哭 我还没地方哭去呢 你也没问为什么人家辞职啊 你肯定什么活都让人家干 完了还刺着人家 他工作能力强啊 当然我干不了的事让他干了 我还给他涨工夫呢 光是钱啊 我是刺的他了 我刺的他那是鞭策他 让他进步 他至于辞职什么的啊 哎 微信 你听啊 你放出来我们也听一听 钱总 应该道歉的是我 是我态度不好 工作压力太大了 但是 我对您有个小小要求 您别总批评我 您也表扬表扬我行吗 钱总 您是我的恩人 你放心 我不会走的 你连我我都不走 资料我都准备齐了 我一定把这个大合同 帮您签下来 怎么样 哎 哎呀 小姨啊 你你你你你你你厉害啊 小姨谢谢啊 云月 云月 我也谢谢你 你也没 小姨子啊 你来了 啊 哈哈 啊 小米丽 哈哈哈哈 你来了 这是我小姨子 你不认识吧 多漂亮啊 哎呀 我要是小伙子 我就追我家小姨子 来来来来 快走快走快走 哎呀 你喝不喝咖啡啊 这天咖啡馆喝好了 有四种风味的咖啡呢 你一定要咖啡啊 咖啡对身体好美颜 哎 哎 哎 这个这个这个 云月好看吧 云月多漂亮啊 等等 等会儿 哎 二姐夫 嗯 你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我好着呢 我就问你还回不回家吃饭 我不回家吃饭 小姨子 你看 小姨子 我呀 一会儿我就打电话 在饭店我订一桌 这样 你通知咱们全家 来吃饭啊 这一段时间 我情绪不好 肯定影响了大家了 我给大家道歉 说对不起 真是假的呀 啊 哎呀 这不真的 小姨子 太棒了 用了什么办法了 陈志芳自己说 小米粒 这房邻居们 你们看看 坏情绪多耽误事啊 这样啊 这房邻居们 我有什么坐着不到的地方 对不起 我也说两句 其实说白了 就还是我那句老话 你能不能阳光一点 对 让我们阳光一点 好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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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